欢迎你回到郁京未来城市 你一天都花多少的时间上网 你上网都在做些什么事呢 美国有一名才16岁的高中生 他就靠着上网 靠着Google搜寻 还有维基百科上的资料 他发明新的胰脏癌的诊断方式 不但是准确率高达九成 比起传统的方式快168倍 便宜了两万六千倍 他为了要进行这个实验 他发了两百封的email 给全美国有在研究胰脏癌的教授 结果199个人拒绝他 只有约翰霍普金斯的教授说 孩子你来试试看吧 结果这项划时代的突破 获得了Intel国际科学工程大赛的头奖 他的名字叫做Jack Andrejka 他受邀在今年的TED大会上演讲 除了分享他自己的发明历程之外 更重要的是他鼓励所有的年轻人 要重新看待网络的意义 还有网络的价值 看到这一幕 不管这个孩子得了什么奖 你都会忍不住为他喝彩 他比任何拿下奥斯卡的明星 都还要兴奋激动 因为他发明的胰脏癌测试方式 获得肯定在未来渴望可以拯救无数的生命 才16岁就给自己的人生定下伟大目标 但其实Jack距离目标已经不远 Jack Andrejka他是来自美国马里兰州的中学生 平时看起来跟一般孩子没两样 上学下课功课之余 喜欢陪宠物玩耍也爱着纸贺 但是房间里无数的数学科学奖牌 透露Jack的不平凡 妈妈说Jack从小就是个好奇宝宝 有疑问一定要找到答案 因此当他的叔叔因为罹患疑脏癌过失时 Jack就立下要攻克癌症的志向 Jack相信他有办法可以找到一个便宜 有效率又能够准确测试疑脏癌的方法 但妈妈显然认为我只是在做梦 Jack发现早期疑脏癌的患者 协议当中会出现一种异常蛋白 叫做皮肩锁的生物指标 他想如果可以把皮肩锁的抗体 跟碳奈米管制成一种特殊的材料试纸 当测试者提供一滴血 透过试纸上的变化 就可以测出血液当中的皮肩锁含量 进而得知是否离癌 但是要发明这个试纸 Jack需要的是高科技的实验工具 那一个美比是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病理跟肿瘤学的麦特拉教授 他允许Jack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头进行研究 接着当时还是四岁的Jack 每天下课同学去打球 他就钻进实验室里 只要花五分钟 三美分就可以精准地测癌 医学界更兴奋Jack的发明 在未来只要改变抗体跟材料 还可以应用测试其他的癌症 可以说是在改变人类医学史的进程 已经有不少生技公司跟Jack接触 希望将他的发明大规模地推广 而同一时间 今年才16岁的Jack 对于突然成名也掩不住兴奋 对了Jack的故事还有个重点 他所有所有关于癌症的知识 都是来自网络 Google搜寻维基百科 今年他受邀在TED大会上演讲 他呼吁所有年轻人 要懂得站在网络 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是因为通过电话 任何方法是可以的 theories可以与其他人 你不必要是一个学生 与其他认为你的考量 去得到你的考量 你的考量 我看着新方法 使用电话 我们真的不想看 你的抗面相片 拍照 你也可以改变 世界上的世界 你也可以帮助 你想想吧 谢谢 Thank you.